你好,今天为你准备的书是《广岛之恋》 你听过歌手孟文蔚演唱的同名歌曲《广岛之恋》吗? 时间难到回,空间亦破碎 24小时的爱情,是我一生难忘的美丽回忆 正如歌词所言,这是一个超越道德边界的故事 一位在日本拍戏的法国女演员 与一位日本建筑师在战后重建的广岛偶然相遇 各自有家世的他们陷入暗雨 这让女演员回想起二战时期 少女时代的她在法国小城内 维尔与一名德国士兵的爱情悲剧 本书也是情人的作者 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早期代表作之一 除了作家,杜拉斯还有另外一层身份 电影导演与编剧 《广岛之恋》其实就是杜拉斯1957年 为著名导演阿伦·雷乃创作的电影剧本 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小说 电影于1959年上映后 当即获得第十三届嘎那电影节金棕旅奖提名 获得各大奖项青睐的同时 更成为许多国家专业电影院校的必修课教材 一段落水情缘凭什么能让作者杜拉斯 从此名扬四海呢 甚至让《广岛之恋》被称为西方电影 进入现代主义的里程碑呢 由于《广岛之恋》作为剧本文学阅读的特殊性 今天我们会结合电影赏息 帮助你梳理散落的故事情节 了解作家艺术手法的现代性 以及创作者想要通过广岛之恋 表达出的反战主义和平主义思想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1957年夏天的广岛 一个30岁左右的法国女子 在这座城市里 她是来参加拍摄一部关于和平的影片 故事发生在这个法国女人回国的前夕 她只剩下一组镜头要拍摄 影片从头到尾 没有提到女人的名字 就像和她产生了一段 过眼云烟的恋情的男人一样 男人也没有名字 但这并不重要 他们如何相遇也不重要 世界上到处都有萍水相逢的事 重要的是 这些常有的相遇之后所发生的事 影片开始时 观众见不到这对切后的人 第一个镜头 和实验基地上臭名昭著的蘑菇云 在翻滚生腾 随着这股蘑菇云在荧幕上生腾而起 烟云下面渐渐呈现出两个赤露的肩膀 只有赤裸的交缠的躯体 这些皮肤蠕动着 大汗淋漓 像是在玉海情宴里挣扎 又好像是盖满了灰烬 露珠 原子弹的死亡阴霾 这一画面 势必造成一种非常强烈 非常矛盾的感觉 既感到清新 又抖声欲念 男人和女人 双双躺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 他们一丝不挂 光滑的身体完毫无损 他们在谈论什么呢 正是在谈论广岛 女人说 她在广岛看到了一切 废墟 烟尘 因怨 死去的人 这些景象可怕至极 男人则是客观地 令人难堪地重复说 你在广岛什么也没见到 因为那已经是 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这一段歌剧式的对白 发生在私情的床上 这是一种亵渎吗 不 真正的亵渎行为 就是广岛本身 真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 这种故事每天都会发生 成千上万 层出不穷 日本男人已经结婚成家 有了孩子 法国女人也是有父之父 也有了两个孩子 这两个来自不同国度的人 他们在哲学理念 历史背景 经济状况和人种等方面 都大相径庭 甚至连彼此的名字都不知道 广岛却是他们共有的场所 他们一夜风流 只好聊一聊广岛 他们睡醒了 女人穿衣时 他们又谈论起来 谈起了广岛 为什么不呢 这是自然而然的 正是在广岛嘛 女人穿好了戏服 红十字绘的护士装扮 这简直是一套 表现传统美德的制服 同所有的男人一样 这类乔装正经的打扮 含有一种 对所有男人 都会产生诱惑力的色情因素 男人无比渴望再次见到他 但女人已决定不再见面 明天就启程回法国 男人痛苦又失望 问道 我想再见到你 你回法国哪儿 去内维尔吗 女人做了个鬼脸 回答 我永远不再回内维尔 内维尔是让我伤心的一座城市 内维尔是我不再喜欢的一座城市 内维尔是使我害怕的一座城市 她似乎投入进去了 又补充说 我一生中最年轻的时候 是在内维尔 是的 年轻时在内维尔 然而 她在内维尔曾一度发疯 疯狂就同智慧一样 是解释不清的 在这个世界上 内维尔是我最魂牵梦营的城市和对象 我连晚上做梦也最经常梦见她 同时 她却是我最少想念的事物 到了旅馆门口 男人依旧哀求着 希望与她再相聚 汽车亭在面前 女人做了个手势 从容不迫 瞅着日本人 说 不 下午四点钟 广岛一家医院门口 工人在拆卸布警 摄影师们提着机器转场 法国女人躺在树荫下 呼呼入睡 人们刚拍完一部 颇有教育意义的 有关和平的影片 这绝不是一部荒谬可笑的电影 而是又一部电影罢了 如此而已 一个日本男人穿过人群 他是为了女人而来 几乎在他们刚刚重逢时 就开始了游行 这是影片的最后一组镜头 群众 学生 扛着木板 举着横幅 上面写着反对核武器 热爱和平等的话 贴着一些原子弹受难者的 可不照片 人们看着这对男女 富有深意的神秘的笑着 但适可而止 从又变得神色严肃 就像历次举行 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活动时一样 男人和女人 在拥挤的人群里挤出来 跑到男人的家里 继续拥抱亲吻 男人沉醉地说 你使我产生十分强烈的爱的欲望 女人并没有立即回答 她垂下眼帘 这番话引起她内心的纷乱 她低垂着双目 也同样十分缓慢地说话 总是 萍水相逢的 爱情 我也一样 她拥抱着男人 眼前却都是游行队伍 标语牌上面写道 如果一枚原子弹 相当于两万枚普通炸弹 如果清淡的杀伤力 相当于原子弹的一千五百倍 那么 目前世界上所制造的四万枚原子弹和氢弹 相当于多少 如果在地球上扔下十枚氢弹 人类历史就要倒退到史前时代 四万枚氢弹和原子弹意味着什么 这种不可思议的成果 归功于人的科学材质 遗憾的是 人的政治才能比其科学材质差一百倍 我们已落到了无法赞赏人的地步 一名假扮成被烧伤的人走过 他脸上的白粉已脱落 随着汗水融化在颈簸上 这模样令人恶心 非常可怕 男人女人在一间日本式的房屋里 缠绵到了夜晚 他们聊完了广岛 开始聊起了法国的内威尔 在小城内威尔 一个德国男人在暮色中穿过广场 在森林中 少女骑着自行车飞逝 道路尽头 德国男人在那里等待 我那时十八岁 他二十三岁 我和他手拉手走进谷仓 举行内威尔式的婚礼 一条条河流 一段段低岸 迎风摇曳的白杨树 杳无人烟的低岸 然后 他死了 花园的围墙底下 我们常常相会的地方 他倒在自己的雪坡中 这样的结果 德国士兵和法国少女 两个人的心中都没有丝毫愤怒 只是为他们夭折的爱情 感到极其悲痛 同样的痛苦 同样的鲜血 同样的眼泪 荒诞的战争 正不加掩饰地 笼罩在他们混为一体的身躯上 广岛的夜幕降临 河面上 泛起一道道波光 一家现代化的咖啡馆 面对着这条河 还有十六个小时 飞机就要起飞了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 发生了一个奇迹 男人和女人喝着酒 女人陷入内维尔的回忆 内维尔是座小城 只有四万居民 连一个小孩也能还城走上一圈 我在内维尔出生 我在内维尔长大 我在内维尔念书 我就是在那儿度过了二十个春秋 但地下室是很小的 我的双手变得毫无用处 他们在墙上骚 他们在墙上刮破了皮 直到出血 内维尔抹处 女人舔着自己血淋淋的手 镜头一转 放在咖啡馆桌子上的双手 完好无损 这就是我唯一能找到的 可做的事 为了使自己好过些 也是为了记住 桌上有两支玻璃杯 女人贪婪地喝酒 男人则慢慢地挫着 他们的手都放在桌上 那个德国士兵被杀死后 女人发了疯 被父母剃光了头发 关进地下室 他们把我当作死人 远离内维尔的死人 我父亲宁愿我死掉 因为我以名誉扫地 我父亲巴不得我死掉 我还是在呼唤你 即便你已经死去 女人已经喝醉 她捧着男人的面旁 眼睛透过这张脸 看到另一张爱人的脸 我需要你 我无法忍受这种需要的煎熬 我怕再见不到你 永远 永远见不到你 女人不知不觉 中了圈套 男人鼓励她不停地说下去 一边提醒着当年更多的细节 一边把杯中的酒 倒进女人的杯子里 咖啡厅开始播放一张 法国风笛舞曲唱片 当女人听到唱片的音乐时 她又笑又叫 她几乎刚摆脱了内维尔 却又让自己的思绪回到内维尔上去 她着了魔 回忆中 一群年轻的男人 把她的头发仔仔细细剔的精光 围着她唱歌 日本男人继续干脆地问道 我心爱的 你为他们感到羞耻吗 女人不动声色地回答 不 你死了 我只顾着内心的痛苦 夕阳西下 我只注意到我头顶上剪刀的声音 这稍许减轻了 因你的死亡 而给我带来的痛苦 就像 就像用指甲抠墙 能稍许平息些心头的怒火一般 在广岛的咖啡厅 喝醉酒的女人 狂热地依偎在爱人怀中 啊 多么痛苦 我内心是多么痛苦 真是不可思议 全城百姓都在唱马赛曲 夕阳西下 我那死去的爱人 是法国的敌人 有人说 应该把这个女人扭到城里游街 我父亲的药店 因为我伤风败俗而关闭 我孤独无依 有些人耻笑我 直到夜里 我才游晚街回到家里 那是很长时间的磨难 无论冬夏 每天傍晚六点钟 教堂的钟声响起 有人记得从前曾听见过这钟声 从前 就是他们相爱的时候 他们幸福的时候 我看见墨水 我看见白天 我看见我的生命 你的死亡 我那在继续的生命 你那在继续的死亡 女人浑身颤抖 抽回身子 她被自己吓着了 啊 真可怕 我对你的记忆开始淡漠了 我开始忘记你 我因为忘却 却如此深沉的爱 而颤抖不易 我们本该中午在 卢瓦尔河畔相会的 我应该同她一起回国的 当我中午赶到 卢瓦尔河畔时 她还没有完全死去 有人从花园里 朝她开了冷枪 我在她的尸体旁 守了整整 一天一夜 第二天早晨 有人来收尸 把她装上一辆卡车 就在那天夜里 内媚儿解放了 教堂的钟声响了 响了 她在我的身体下面 渐渐变了 啊 她临终的时间可真长啊 什么时候断起的 我也说不准 我只觉得这尸体 和我的身体 出奇的相像 你明白吗 那是我的初恋 女人已经陷入了癫狂 大声叫喊 日本给了她一个耳光 女人表现出 好像不知道这种疼痛 究竟从何而起的样子 但是 她很快清醒过来 而且 显得好像懂得 这种疼痛是有必要的 她的声音 恢复了原来的节奏 不再大喊大叫了 就像当年的某一天 大家都说 她变得有理智了 女人的母亲 趁着夜色 让女人骑着自行车逃离 两天后 女人抵达巴黎市 广岛的名字 已出现在 所有的报纸上了 这时 女人的头发 已经长得够体面了 和其他人一起 无比正常地走在街上 十四年过去了 女人如梦初行 男人替她斟酒 她喝酒 表面看来 她又变得十分平静 她们摆脱了对 内维尔艰难岁月的回忆 明天这个时候 她们将分隔万里 男人问 你丈夫 她知道这件事吗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吗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男人从桌旁 站起身 抱住女人 不顾一切地紧紧搂住她 周围的人看着他们俩 茫然不解 男人欣喜若狂 放声大笑 只有我知道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我将缅怀你 就像怀念被遗忘的爱情那样 她们进入最后一场戏 在广岛 这种夜生活永无休止 女人喜欢这种 无论白昼还是黑夜 总有人醒着的不夜城 在广岛 咖啡馆营业到很晚 然而 不可避免地打烊时间一到 女人站起身 男人并没有做出任何想要留住她的举动 她们走了出来 在茫茫黑夜中 站在咖啡馆门前 女人有气无力地说 有时候 应该尽量不要去想 尘世给人造成的困难 要不然 这个世界就完全会变得 令人窒息 男人问她 我们死之前再也不会见面了 对吗 除非 有朝一日 也许 战争 是的 战争 女人应声回答 语气中带有讥讽一枚 男人恳求女人再留下一个星期 或者三天也好 女人拒绝了 这点时间做什么呢 用来活命 还是用来殉情 这种时间不存在 既没有用来活命的时间 也没有用来殉情的时间 男人恨恨地说 我宁愿你当初死在那边 女人也宁愿这样 可是 她没有死在那边 这廉价的故事 我要把你遗忘 就像忘记她那样 从眼睛开始遗忘 我们又看见旅馆房间的门后 哭泣的女人温柔地 呼唤着男人 广岛 这是你的名字 男人回答 这是我的名字 是的 你的名字是内美尔 法国的内美尔 我们就到此为止 仅此而已 而且 永远停留于此 主要剧情讲完了 第三部分 我们来探讨一下 创作者通过广岛之恋 体现了战争对人类肉体 与精神的深度创伤 以及从中所体现的反战主义思想 当那个德国士兵 走过法国小城内美尔的广场 他竟悄悄地像一块靶子 战争还在深不可测地进行着 人们对结束战争 已失去希望 对时刻到来的死亡 已稀以为常 不再留神提防敌人了 广场笼罩着一片无言的绝望 德国士兵也受其感染 一些妇女在百无聊赖时 便躲在放下的百叶窗后 瞅着那个在广场上行走的敌人 在这儿 风流运势要以爱国主义为界限 如月雷池一步就必须制止 但有人在观察这桩风流时 人们并不加以制止 没办法不让人瞧呀 谁也不会拒绝 在沉重的阴影中 看一场爱情戏码 战争期间 城墙那儿总是空荡无人 战时 法国人在这儿被处死 战后 就在这儿 枪毙德国人 在这个见证死亡的地方 少女和士兵 隐秘地相爱了 少女心辱刀割 肝肠寸断 因为她竟爱上了一个敌人 却怀着无法克制的幸福 亲吻了她的敌人 为了夜里的一次约会 士兵在那儿等待 有时要等数小时 她心生恐惧 少女也提心吊胆 为了让少女 在白天也能见她一面 于是 士兵每天低着头经过栅栏 好让少女看看她 他们最开始是如何相爱的呢 战争遥遥无期 我的青春也漫无止境 我既摆脱不了战争 也摆脱不了我的青春 一天 一名德国兵到药房来包扎她烧伤的手 当时店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便按照学过的方法 满怀着仇恨替她包扎 敌人居然向我道了谢 少女抬起眼镜时 遇上了士兵的目光 她的眼睛清澈明亮 弄痛了她 她却笑了 少女没有笑 夜里 少女在窗前弹奏音乐 广场上 有一个年轻的德国人 背靠着树 站在那儿 手上包着绷带 因为她手上的绷带 在黑暗中显现出一团白色 所以 尽管天色漆黑 少女还是认出了她 父亲走过来 关上了窗户 少女明白 这是生平第一次 有一个男人 在聆听她的琴声 这一天是星期日 天正下雨 少女去农场 如同往常那样 停靠在河边的一棵白杨树下 过了一会儿 这个敌人也来到树下 她也骑了辆自行车 她的手已经痊愈 整整一个月 她就一直这样追随着 在少女的梦里 不道德与道德纠缠在一起 不久便叫得她分辨不清是非 他们在一个夜晚相爱了 少女不再羞愧不安 也不再害怕黑夜 我的祖国 我的城市 我那喝醉了酒的父亲 都被淹没在这茫茫夜色中 连同德国的战领 也通通沉溺于 这深沉的黑夜中 战争即将结束 德国士兵感到很庆幸 他要少女一起去巴法利亚 然后在那儿举行婚礼 他们以为从此 可以永远不再分离 这是他的初恋 也是他初次尝到的痛苦 士兵目光柔和 少女无限柔情 他们相互微笑 可士兵的鲜血像河水那样 缠缠而流 像时光那样渐渐消逝 他像一匹精力充沛 欢蹦乱跳的骏马那样 突然丧身 少女没有在游街中死去 她的母亲摩擦 她的双臂和后背 使她暖和起来 无意识地亲吻着 孩子被踢光了的头 把孩子送去了巴黎 永恒是无法形容的东西 她既不美也不丑 女人明白 人并不能为爱情而死 在她的一生中 曾有过一次为爱情 献出生命的大好时机 然而 她并没有死在那位儿 她开始像一个正常人一样 工作 结婚 生子 就像什么事情 也没发生过一样 战争所带来的身体创伤 也许会痊愈 但对她 以及千千万万个 在战争中幸存的人来说 精神上的扭曲与折磨 是永远不会消散的 爱情是无罪的 道德是无罪的 但经历了巨大痛苦的人们 难免对社会道德体系 失去敬畏 滥情放纵又怎样 也许明天 即将死亡 广岛 作为战争城市的代表 已经在十多年的重建中 扫除了旧人的死亡阴霾 但是那一场灭绝性的原子弹爆炸 无一再给全世界的人类 一个惨痛的教训 科技的发展 无论如何 不应该用在无差别的屠杀上 这是比战争还要无道德的自我毁灭 好了 《广岛之恋》这本书的内容 就为你讲到这里 我们再一起总结一下 《广岛之恋》的开头 令人十分震惊 长达十五分钟的片段 放映着男女主角做爱的场面 和原子受害者 纪录片段的对减 战争与爱情 现在与过去 生育与死亡 再创作的电影镜头 拼贴近真实的纪录片画面 带来一种破碎 隐喻 拉扯的影像的示意 在杜拉斯文史气息浓厚的剧本创作中 非线性结构的跳跃剧情 以及通过不断回忆 拼贴完整的人物 与传统电影单一直白的主题相比 它的主题是具有多意和暧昧性的 它充满了多层次的意味 以导演阿伦雷乃自己的话说 整部影片是建立在矛盾的基础上的 包括必然的 可怕的遗忘的矛盾 一个在集体的巨大的悲剧的背景上 出现了个人的心酸 而渺小的命运之间的矛盾 故事表面 讲述了一个难分难舍的爱情故事 以及战争记忆 但故事中的男人和女人都没有名字 他们是被高度抽象了的人 他们代表的 一个是备受战争摧残的城市 他们的姓名 只代表战争和爱情的符号 日本男人所承受的悲剧 是广义的战争悲剧 是全人类的 因而 对于人类的记忆 是不应该忘却的 法国女人的悲剧 是经历过爱 而又被毁灭的 是个人的 是应该被忘却的 因为只有忘却 才能有更新的希望 广岛之恋 以其现实主义的题材 令人震惊地表演手法 与杜拉斯新小说派 创作风格的紧密联合 开创了现代电影的里程碑 读完了剧本 你也可以去欣赏下这部电影 恭喜你 又听完一本书 你也可以去欣赏下这部电影